这两个按钮怎么做 首先的话先彩排 我刚刚讲你彩排完之后 再开发轮游了 再录制 录制标准动作 1,先按下去 2,它会问你说名称 我是输入这个名称 叫手机号码串接 然后我直接盖过去好了 因为里面就已经有一个 我把它按确定 它会出现说有同样的名称 是不是要取代 那我说是 所以如果你刚刚有NG 你又叫同样名称 是可以把它盖过去没关系 好,是 接下来的话 1,游标放这里 它会录一行叫Range 12.13 2的话游标放上去打个勾 向下填满三个动作 好,记得停止录制 再来清除的话 一样游标放外面 然后我们一样录制聚集 名称的话叫做 手机号码清除 名称的话把它改一下 OK 这边改成清除 好,按确定 确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 也要用到墙 按4 1,游标放这里 Range 12.13 然后呢 Ctrl Shift 向下 3,删的话按Delete 这样OK了 停止 一样会产生这两个之心 这样没错啦 如果你可以按 刚好同学好像有停在哪一行? 有bug那怎么办? 你就盖掉重路吧 或者把它删掉了可以 那怎么删除 这边有个删除 你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这边清除之心 如果说你要找到这个程式放哪里的话 也非常简单 直接找到它之后 按下编辑 那其实它一样 会帮我把按下编辑 实际上跟开启这个visual basis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按下这个 它会去开哪一个 开这边有个叫visual basis 这个东西 把它点开来 你会发现程式就在这里 就是这一段 请会注意一下 它这个程式的结构 以后一定会长这样子 sub 特别注意 以后我们自己写的话也叫sub sub 一般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叫负 负成式 或者叫子成式也可以 一般叫负成式比较多 然后名称就是这一个 后面一定会有个小瓜糊 然后有sub的话呢 尾巴叫and sub 所以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名称就是这一个 这是它的结构 我们录下来的东西 你会发现它开头会有这些绿色的字 前面一定是单以后开头 单以后就表示注解 注解就不执行 所以上面这些都可以删掉 所以理论上 这边是可以把它delete掉 程式应该是从这边开始 而且你会发现它程式一定是按个tab 缩排 前面一定是缩排 那第一个动作的话 其实你可以加注解1 1是这个 有没有 range指的是储存格 或者范围 12指的是那个储存格 叫12 点slater就是你游标 放在上面的动作 有没有 那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我输入到那个目前活动的 那个储存格 所以这个地方有个2 2 所以你会发现它有惯用的 一个名称叫active active 就是游标放在那个cell cell就是储存格 意思说呢 你游标放在那个储存格 上面后面有个点 formula 就是它有个方法 叫做formula 就是什么 就是公式 后面有个r1c r就是列 c就是蓝 用r1c1的意思是说相对位置 所以后面你会发现 用相对位置 就是帮我把什么 那一串公式放进来 有没有 所以其实我不是打勾 它其实就做这个动作 再来的话 autofill 就是自动填满 selection 就是选举区 快速的帮我把 那个重点两下的话 就autofill 就帮我把 最后其实会有个slate的动作 其实应该是这个地方 3应该在这里 3的话应该是 一般前面都会加一个单引号 加一个3 然后后面你可以加一些字 1 把游标放在那个 2除人格里面 2输入公式 3自动填满 3 那个上面的讯息 就是所谓的注解 注解是写给你自己看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我有放在云端 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白板这边有 在这一串 我把它放在第几页 第十二页里面 第十二页里面 这边这个地方 就刚刚这一串 我把它C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贴上 有没有发现 那当然呢 这个注解 不是必要的 可是我是建议 未来你们在写1vm的时候 建议是加一下 因为你可能回去之后 你再也不太记得 你到底做什么动作 可是加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清楚 一二三 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要彩排 以后录制剧集 建议是先把步骤写一写 再开始做 有点像是你要拍戏一样 先一个脚本 你千万不要说 想到什么 录什么 不然录下来的东西 都不能用 OK 那再来的话 你可以也可以透过 录制的过程当中 可以什么 学习如何撰写VBA的程式 也就是说 比如说有些动作 你不知道怎么写 那没关系 录完之后 你再看 原来这一行是这样写的 有没有 可以慢慢再补足你 可能刚开始不会写VBA 所以很多人其实不会写VBA之前都是用录制的 然后再来修改 不过到最后慢慢 越来越会之后的话 可能录制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 或者是混搭 先用录制的 再加上VBA去修改 什么时候会做到 其实我们后面有一个範例题 我还蛮喜欢举那个从网路上捞资料 比如说我们大乐透资料 然后那个大乐透历史资料总共有 假设50个网页 有没有 你要下一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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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你 你总不可能每次都是复制贴 复制贴 复制贴 所以其实可以先录制一个 其他50页 用VBA里面的回圈 回圈的话就重复做 自动再修改一下程式 他就可以帮你把50页 比如大乐透的历史资料 全部都捞到以色尔里面 以前如果你不会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可能就是人工慢慢来吧 然后每天再捞一次 每天再捞一次 那你看如果全世界金融的相关的网页这么多 对不对 那你看分析师如果每天都在那边捞资料 哪捞得完 对不对 光捞台湾捞不完 更何况要用捞到全世界的其他股市资料等等 所以当然这个可能就需要配合陆市聚集 另外我们刚刚那一段第二段这一段 一样 123 你们可以把这个程式Ctrl C Ctrl V 最好是自己打一下 OK 这两段这样就清清楚楚的 1做什么 2做什么 3做什么 OK 还有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的程式是写在哪里 它一定是写在模组里面 有没有 其实应该是放在这个Module 1 如果你们只有录一个的话 应该是Module 1 我这边录两个所以Module 2里面 也就是说我的程式是放在这里面 所以将来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除了说可以从这边编辑之外 编辑 另外的话你可以从Visual Basic点一下 一样跳过来 如果说它没开到那边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到模组里面把它点两下 也一样可以打开来 那关的话呢 可以从这边关 有没有 这边可以把它关掉 变黑白的 灰灰的 OK打开 这边的话请各位 稍微试一下 你们刚刚 注意一下 自己再把它加上注解 前面一定是单 你看 画面先画面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